黎智英这个人 现在成为一个国际注目的人物 仅次于乌克兰总统扎伦斯基 我想在地球的这一边成为一个殉道者 一个西方眼中的人权和民主斗士 当然他现在身在监狱 亦是中国和香港特区政府 恨得咬牙切齿的人物 这个人物 我上两集和各位说过 我和他认识的经过 和一些长颗